影视一部注意就会引起痛风的患者 还得小心心血管疾病 因为尿酸结晶会造成血管阻塞 国内研究透过健保资料库分析发现 同样都有痛风困扰的患者中 如果服用的降尿酸药剂量增加 或者长时间服用下来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状况会更加明显 痛风的族群基本上以肥胖 胆固层高 高血压 然后这方面的族群为主 那这方面族群通常也都是 心血管的高风险群 那心血管的高风险群 它本身也都是肥胖 糖尿病 胆固层高这些 所以他们基本上他们有 风险因子都有些相似的地方 属于代谢疾病的痛风 最明显症状是在膝盖或足部关节处 产生急性关节炎和关节发炎现象 造成病发主因的尿酸 同样也会对血管产生影响 痛风会形成就是因为它有尿酸过高 但尿酸主要是说高普林类的食物 那高普林类的食物呢 它在代谢过程产生过多的尿酸 那那个尿酸就形成在那个关节液 就变成痛风石 那导致痛风 那高普林类在我们在代谢过程中 会产生自由基 那我们说自由基对 它是不稳定的一个因子 然后它会攻击我们心血管的内皮细胞 那产生发炎反应造成阻塞 胆固醇跟血脂肪的累积 以及自由基的破坏 会让血管内皮失去功能 导致动脉硬化 尿酸它也可能造成血管的发炎 这个尿酸是全身的循环 都可能会跑到全身各地方的血管 那在心脏来讲的话 它可能造成那个血管的发炎 跟血管的动脉硬化跟阻塞 那这个一间血栓散形成的时候 这时候就会容易造成血管的阻塞 造成那个心肌梗塞 世界学新知大典提醒您通膜患者 除了要控制好自己的尿酸 预防心血管疾病之外呢 除了吃尿酸的药物之外 远离像是这样子的啤酒还有海鲜 也是博尔法门